在精美的版本设计背后承载着一份信念 《入水杂志》是一本在台出版的香港海外杂志 现主要以评论形式进行 评论与探讨香港的社会与公共事务 编尾是由海外感人意见理受 以及唯一的台湾成员张文燕组成 而他现在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编辑以及在台的出版工作 那时候《入水杂志》想要办《入水》就有个想法是 可以继续的去来延续在香港的公民社会 或者是对香港人而言 有什么样重要的重大辩论需要被展开 这样文言提到民主自由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东西 也必然会出现人与人之间意见不同的时候 而在缺乏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情况下 许多的讨论或议题也无法展开 也不利于香港的民主发展 因此他们希望可以《入水》去延续香港的一些重大公共辩论 在港大毕业的江文燕十分关注香港的事情 除了《入水》的编委外 他也是香港变成青年的理事奖 并继续为改人发声 他也对于《入水》有以下的早晚 会想要让他更加专业化 那除了杂志之外 也希望会有新闻的部分可以开始展开 那种专业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应该有更多新闻专业工作人家 但我就也不太方便讲是谁这样 但是就是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江文燕提到目前的情况是 他们是一群读书人 一群社会运动者去写他们的观点 而他认为新闻是一门专业 而且和这方面的人才可以有助 如水日渐走向专业化 和更加成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